2月15日,就在中国传统节日除夕之夜,逃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再度发布视频称,江泽民家族是世界首富,其家族控制得到国资产高达5000亿美金。 郭文贵说,江泽民家族的财富,均由其孙江志诚代表江家持有。 根据郭文贵经过自己聘请的专业团队的调查,业已证实,江家族目前在海内外持有的现金和资产,合计超过5000亿美元,约为4万亿人民币。 目前,资产由其孙子江志诚代表江家持有,其内幕骇人听闻,包括基金、股票、银行、信托、能源股份、科技股份、黄金期货、房地产、海外控股公司、离岸公司等。 江家控制的很多资产在澳大利亚,郭文贵已经获取很多其银行信息、家族信托的信息。 其资金来源将在随后的爆料中继续公布。 郭文贵还曝光了江志诚的中国护照号码,并称,江志诚入籍美国后又持有中国护照,目前持有中、美两国双重国籍。 江志诚有一名女友名叫夏玉,尽管目前两人还没结婚,但其女友夏玉已经带江志诚持有上千亿美金的资产。 江泽民家族贪腐严重,早已不是秘密,其家族早已被称为天下第一贪。 据中国事务前几年透露,江泽民在瑞士银行拥有3亿5千万美元的秘密账户, 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买了一栋豪宅,1990年就值1千万美元,由前外长唐佳玄替他办理。 香港开放杂志曾披露,国际结算银行2002年12月发现一笔20多亿美金的巨额中国外流资金无人认领。 之后原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总裁刘金宝在狱中爆料称, 这笔钱是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前夕,为自己准备后路而转移出去的。 而这些仅是江泽民及其家族贪腐的一小部分。 2005年,刘金宝年因贪污罪被判死缓。 不过,江家究竟贪污了多少钱? 一直以来确切数目不详。 郭文贵的爆料无疑填补了这个空白, 他所爆出的这个天文数字并非不可能的。 综合海外中文媒体报道, 上海市官场20多年来一直被江泽民势力所掌控, 江泽民两个儿子江绵恒和江绵康长期勾连政商界, 闷声发财。 其中江绵恒仗着江泽民的权势, 贪污受贿、侵吞供款, 在短短几年内就建立起庞大电信王国, 同时插手几乎所有的上海大项目, 而上海市交通委则是江绵康的利益地盘, 曾负责权势土地、拆迁、规划、建筑总协调等工作, 实权极大。 外界关注到, 有天下第一贪之称的江泽民家族成员, 目前仍然未被反腐运动触及。 近年来, 包括太子党挪威等在内的不少有识之士, 不断呼吁习近平抓捕贪腐总后台江泽民, 以及走民主化道路。